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到 這段時間宋楚瑜一直出招 今天國民黨的鐵票部隊 就是他們的防護新黨部的主委 金恩慶出來講話 金將軍怎麼說 他說經過宋楚瑜這一波 建村的票都回來了 他說什麼 深蘭對政府 就對馬英九的政府 還是有不滿 可是國民黨的險情 現在夠急了 所以危機意識 讓南軍的基層 全部都凝聚起來了 環馬的這個雜音也都消失了 所以楊老師 宋這個事情 只要他最後沒有宣布參選 這段時間反而對國民黨 對馬英九是有利的 宋先參選會催藍票 我百分之百同意 可是絕對會讓南軍受傷 南軍會不當選 不管誰 宋骨馬 這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連宋扁三那次選舉 那次選舉大家分析很多 我只講一個數字 連宋分開來選得票 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說只差大概幾萬票 就是馬英九的極大化的票 756萬 兩個一起出來選 就是極大化 跟馬呢 當時的氣勢就最大的 合在一起選少了100多萬票 也就是藍只要一組人出來選 他的最高頂端衝過不了幾百萬 分開來可以衝到750萬票 氣勢高的時候你3到5無所謂啦 可是你現在的跟蔡英文現在的拉鋸 不要說3到5 1到2都給你送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 我很同意劉文雄也講對了 黃富汀也講對了 吹票 可是宋先絕對不能出來選 東豪這個現象蠻好玩的 他是很具體的 是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出來講 每天早上電話想不停 進去是罵宋楚瑜 所以把票都趕回去馬英九那裡 我剛才你在講的時候 我就有點嫩住 奇怪 如果你要罵宋先生的話 不是應該打電話到親民黨去嗎 你打到國民黨去 國民黨這個時候 因為希望國欽能夠重新回來合作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的人接到電話 到底是要贊成你打電話去罵宋楚瑜呢 還是要勸你不要罵宋楚瑜呢 會很尷尬的 其實如果有這個聲音 應該打到親民黨去 如果親民黨中央黨部其實還在的 還是有開張營業的 電話上網去查一下 親民黨中央黨部的電話 就把電話打到那邊去 可是這個問題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因為這次的選舉 有些民調做出來是 蔡英文跟馬英九先生 兩邊有比較大的差距 但有一些民調做出來 其實差距是非常小的 宋先生即使在這段時間 他最後如果就算不宣布參選 這一段時間 雖然把深藍的票趕回來 可是呢 潛藍的票一定就趕得回來嗎 因為所有的議題都會考驗到 馬英九的領導人力 那這些東西 馬英九只要在這個處理狀況上 有點失誤的話 其實他會扣分的 那整個來講 其實宋先生還是一樣 我是覺得他應該把他自己的 這個價值觀跟利率 出發的利率先講清楚 這才是所謂的開大門 走大陸的方式 不要禁搞一些全盟的支數 因為現在比較好玩就是 顯然藍軍的那個焦慮感是出來的 所以他一直在打電話對不對 那一個就是你在建村裡面 怎麼沒發現什麼很特別 真的是票都跑回來了嗎 對 另外大概就是一些 防護性系統的這種組織都在 開始在動員 有些當然未必跟防護性有直接關係 因為軍隊這麼多年來 他們有很多的單位 他們有自己很多的自己的組織 也未必100%替你防護性的 譬如說我選去今天就有一個散兵 散兵的那個退伍散兵的一個協會 那我發現侯威的助理也去了 那他們去 那就有一些退休的高級將領就會到 像陳振鄉 陳總司令他就到了 那他當然他就上台 他就會表達這種憂慮 那你看台上跟台下的浮動 就看得出就是說 這一陣子看起來 就是說後備退伍軍人的 這個系統是滿焦慮的 非常焦慮 當然他們有很多也是來自眷村 所以他們這樣的一個影響 是互相激盪的 所以眷村包括一些 退伍的這種中產階級 他們現在已經中產階級 這樣的一個憂慮 我們走出去都很容易就感受到 他今天退伍軍人協會 散兵的這個協會 我要離開的時候 就沿途就被擋 所以我大概足足慢了15分鐘 才出了來 因為這個人講話 那個人有講 那個人講 那個人有講 他說我有問題要告訴你 我就要告訴你 就是不能分裂 對 一定要團結怎麼樣怎麼樣 選出了 馬英九非常的危險 一定要趕快去救他什麼什麼 是有這樣的一個焦慮 這樣的一個焦慮 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受 那前兩年的話感受最強是 他們不停的批評 這個馬先生 所以以前眷村啊 這些退伍的將領跟老兵對不對 以前是集合那個場地 就是罵馬英九嘛對不對 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罵宋主義啊 所以票又回歸到馬英九那邊去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軍人 戎馬一生 他們的忠誠度 對國家的忠誠度 對政黨的忠誠度 對他們的價值的忠誠度 是無庸置疑的 其實大家你記不記得 就是那時候一些將軍到大陸訪問 後來馬英九說了很重很重的話 可是後來這些將軍說實際 他們都覺得很委屈 私底下也是 難免會有抱怨 可是到了真的要表現他的價值的時候 他們還是振蔽一呼 因為他很怕說軍方真的因此 對馬英九有些什麼誤解 然後或者你就不投票了 說一定要支持馬英九 在公開場合 包含許麗農將軍 王文謝將軍 我相信他們都是這樣 在公開場合說還是要支持馬英九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我倒覺得 現在親民黨把這個場面搞那麼大 話講得那麼絕 對於泛藍選民來講當然會有焦慮 而且這樣子是真的會激起 藍營的一個危機的意識 但是我也要奉勸國民黨 還有這個馬團隊 不要因此覺得說 哎呀只要藍營有這樣的危機意識 這對我們的選情是有加分的 說實在我們剛剛講了嘛 宋先生最後很可能是 根本不參選總統啊 他在登記之前說 我大局為重啊 我們還是啊 我心裡有多少委屈啊 可是我決定不參選總統 那個時候是不是 那個維基醫師要一下子瓦解 大家就說安心了安心了 可以這樣選舉嘛 所以我意思說 在選舉每一個時段 他都可能會有一些因素 在這個時機確實 在過去很多次的大選裡面 藍營只要激起 適當的這個維基意識 他是能夠衝高這個得票率 衝高得票率他就容易過關 但是我覺得 倒不要把最後這個選群的這個 到底樂不樂觀 完全寄望在宋先生 他的動作上面 真的因為我很擔心 宋先生一旦宣布說 他不選總統了 維基醫師消除了刀 搞不好又敗選了 這個不是我們願意樂見到的事情 我要再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說宋主先生 這是掀開來這個鍋蓋 這個現象 是不是只是純粹說 是退伍金的系統 所謂的深藍的這一塊 他其實有一部分這一塊 有一部分在地方派系 我要重來一下 我一個好朋友 這個過去那個 雲林縣的立法委員張碩文 張碩文後來因為當選無銷案 而失去了立委的資格 那張碩文家族 他們在雲林縣 一直過去都大概 到目前為止 兩萬票的實力 是絕對跑不掉的 宋先生去看了張碩文 他爸爸還有張碩文 去探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看雲林縣 張碩文家族願不願意跳出來 兩萬票能不能當選 不會當選 可是在兩萬票所能帶動的消費 在雲林的地方 如果他是一個 對宋先生來講 是一個 這個 仙頭部隊的話 有造勢的作用 國民黨知不知道 國民黨也看到了 也下去跟張碩文談 也下去跟張碩文談 民進黨看到了沒有 民進黨也看到了 如果宋先生這次 所挑起的這個局面 還有一個部分是在 中南部的派系的問題 宋先生就算這時候 眼兵細骨我不選了 甚至親民黨 這個區域立委的提名 縮小 他已經挑動了 張碩文家族的 那個想法了 張碩文他們要怎麼決定 一樣 他都在政策上找位置 宋先生今天何嘗 不是在政策上找位置 張碩文家族這兩萬票 是要跟著國民黨走 跟著宋淑儀走 還是尋成民文文文文式 投奔民進黨 宋先生所帶出來的現象 已經不是宋先生 自己所能控制的 這一次我一直在講 宋先生這次出來 最大最可惜的地方說 他曾經在台灣政壇上 是很重要的人 可是他讓親民黨 變成一個一人黨 他沒有提出親民黨的價值 所以你看到的 就是很多合縱聯合 文宣造勢 這是他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輝文 國民黨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現在看起來 張碩文這個個案 可能在全省有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問題 不是 如果要跟派系妥協的話 那就不要選了 馬上就不要連任 我跟派系投降了 其實這個剛剛東豪兄前面講 我是比較同意 就是說如果觀眾朋友 對親民黨有意見 應該打擊親民黨 不是打擊國民黨 那親民黨如果沒有中央黨部 我推薦大家 就打去給王洪威的同事 就是黃珊珊 親民黨也是議員 這一定有服務處的 一定有幫助 你就打去哪裡 你打這個國民黨幹嘛呢 又不是摳印 你要打給親民黨 或者是你在選區遇到黎建南 遇到陳振勝 遇到這種已經宣佈要參選的 這個親民黨部份說 不要啦 少年來再摳路一下 不要啦 你怎樣 我覺得選民 要發揮他的力量 而不是說 你腳去國民黨 你腳去國民黨是要幹什麼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運鋒上他在做錢 民進黨73的區域的選區裡面 有哪個區是兩個綠的 兩個綠 你說連台聯都沒有 台聯都投降了 台聯投降說我只要不分區就好 區域立委 有哪個區是兩個綠的 沒有 可是齊仔秀我們看到 現在區域立委 很多區可能是兩個藍 他們說要30個 那就10個區了 15個就15個區了 有很多是兩個藍 我們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藍軍被分裂的情況之下 被分裂是成功的 所以民進黨得利 民進黨占便宜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親民黨朋友 很硬是要說 我要黨團 所以我要推區立委 我要推部分區 他可能拿個幾千票 幾萬票 甚至可能比較不幸的 拿個幾百票 如果照姚老師剛剛的分析說 可能這樣子民進黨都贏了 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的概論 這樣只能證明說 你是仇馬恨馬 你要教訓馬英九 我不是說宋楚瑜不能教訓馬英九 不是 但是你就講清楚說 我就是很討厭馬英九 然後我要派人出來選 那我就 還是可以選啊 你的證件 我們不是有選舉公報嗎 證件就教訓馬英九 就是我的證件 這為什麼不行 我們來請假運鵬 這個蠻有趣的 我發現一個蠻特別 上個禮拜 民進黨有一個人叫做謝長廷 他就講了 他宋楚瑜這個事情 對馬英九是有利的 他說到後來意思是什麼 危機意識靈位出來 甚至把宋楚瑜打成叛徒 那個票就回去了 對照之下 國民黨鐵票部 對黃金黨部也是這樣講 怎麼會這麼巧啊 現在講的跟黃金黨部的主委 講的是一樣的 以這20年的選舉經驗來看 不管是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 議員選舉好了 縣市長選舉 只要有分裂的 一定都被打成叛徒 所以不管是大或小 所以謝院長講這個 宋楚瑜會被打成叛徒 其實都不需要高層出面 來說他是怎麼樣 他在基層就知道 你這個 你這個就是藍營的叛徒 那當然他是藍營的叛徒 本質上也是他們自居藍營 或才連自居綠營 你才會變成叛徒 那大家講說電話應該打給誰 比較好玩的是說 我記得十幾年來 他對於宋先生有意見的 都是打到民進黨 都要擋不去 從選省長 打到民進黨 從選省長 跟陳定然選 到2000年選總統 大家在喊 說我們不能打那個時候 那個氣勢都很聖 對不對 然後大家會鼓勵民進黨 所以打到我們這邊來 也不打給親民黨 也不打給國民黨 都打到民進黨這邊來 想不到現在轉到國民黨身上去了 寄出同源 這個月觀察下來 我本來認為說 宋主席跟親民黨 他們是好戲聯台 但是現在 這個禮拜來我認為 真的不可以打扮了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焦點就在宋先生上 你一旦不決定 你要怎麼樣 你要總統也可能 區域也不可能 區域也可能 不分區也可能 還單選不夠還複選的時候 大家就是沒有 大家對你就沒有期待了 而且如果你一定下來之後 譬如說他現在決定 我不選總統 我就選區域立委 而不分區立委 我相信今天 不會有那麼多人 打到國民黨的裡面去 也不會有 跟林委員抱怨這些事情 因為反而會跟國民黨講說 人家也不過選個立委而已啊 你國民黨就讓一下啊 就不過三五席而已啊 何必趕盡殺絕呢 我覺得那個會反過來 鼓勵親民黨 然後要國民黨讓一點 所以今天宋先生不決定 所以我想 除了少數像林委員 表現這麼好的之外 人家還會說不希望 親民黨影響到林立方委員 其他的大家都講說 總統選舉的事情 大局為重 不在立委而在總統 所以宋主席只要認為 泛蘭的支持者 還認為說他有可能 選總統的話 我認為那個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這個戲演到這邊 我是很誠懇的 是建議宋主席說 你應該決定要選或不選 要選什麼了 不然接下來 就是說泛蘭的集結 泛蘭如果在這種狀況集結 我判斷跟宏偉一樣啊 對國民黨不見得有利 因為你要想說 那種很積極投入的 那是真的是深藍到不行 就像民進黨的團結一樣 如果你的團結的聲音 都來自於少數 最死忠的那群人的話 對你對開發中間選民的形象 其實不見得太好 所以親民黨這樣做 宋主席這樣做 對他自己也不好 我認為接下來 對國民黨也不好 來 楊老師 你那個八月初宣布 九月初宣布 十月初宣布 效果一樣嘛 他為什麼不等十 九月初宣布或者是 他效果完全一樣就在 就像那個你剛剛講那個 釋放出來說 哎呀 還是顧全大局 所以票讓給立法委員 你現在宣布跟九月初 完全一樣的效果 他乾脆多戳一個月 那是你認為他會顧全大局不選啊 一定的 這一點你放下 這一點 這一點當然結果是一定 所以我相信宋先生有這個把握 所以他在講 宋先生講呢 希望發言人其中一個就是姚立 這我只是倡斷啦 因為他如果拖到那麼久 最後宣布選 那得 在我來講政治自殺 要選就要早宣布 越拖就是越不可能選嘛 這個這個是很 因為那個反難會越來越大嘛 你問雲鵬就知道 其實觀眾朋友很清楚說 民進黨或是綠營 是怎麼對付叛徒的 你說宋主席這個事情有發生在民進黨 宋主席跟親民黨應該很慶幸 說人家民進黨出走 怎麼會受理 不是 輝文這樣講客套一點 就是說 各黨裡面不是叛徒 搞成叛徒那才厲害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這副叛徒沒什麼好講的 本來這個就有忠誠度的問題 可是劉文雄出來講 他只要後來宋主席是沒有選對不對 他們的人反而出來選立委 然後對馬英九衝高 衝高這個得票是有幫助的 你知道我們實際上在選舉 就是非常務實 你看有些的選區 每次有人要出來選 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這個你會選得不好 可是他還是要選 這還不奇怪 最奇怪的是 有一些人真的認為他會當選 這就真的投票給他 所以譬如說4元 要1萬多票才當選 1萬8 1萬9 至少1萬3 1萬3 他也可以拿2千票 你怎麼看他都沒有2千票實力 他就拿2千票 他所有的民調 所有的這種顯示辦場子去看 這個人是不會當選人 可就有2千票 2千個人投票給他 我現在拿回來講 就是說 319槍擊案 槍擊那個影響當然是很大了 不過我比較重視的是 然後最後結果 去把那票東算西算 去連線他們 連戰連線才輸得多少票 不到2萬票 1萬多票而已 你看這個實力拉鋸 縮小到這麼小 我認為現在的民調 我們看到民調 滿久跟蔡英文也接近到 讓我們晚上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沒有辦法睡覺 這麼嚴重 真的 我給我那點都是 常常被嚇了半死 只要民調做完 在那差距都在幾個百分點 我們晚上都沒有辦法睡 因為我們都選舉人都知道 民進黨的人 你現在做了民調 你贏他5% 到最後開了票 你搞不好輸他2% 你一定要贏他大概到8%到10% 你才能夠好好睡覺的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 馬總統跟蔡英文的差距 如此之小的時候 每一票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都覺得 這個國民黨要忍辱負重也好 或是要顧權大局也好 你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一定要跟親民黨 要用耐心冷靜 而且善意來解決這個問題 最好的選擇就是 宋憲不要出來選總統 而且還出來幫你馬英九講話 那這樣子就真的是加分 如果真的做不到這麼好 至少就是說宋憲不要選 但是也不要講國民黨壞話 那最糟糕說宋憲出來選 而且罵馬英九 你認為那個狀況之下 馬英九還能當選嗎 我認為絕對輸的 所以我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宋憲他什麼時候決定 剛剛不是講8月9月10月嗎 他最晚9月20號一定要選 因為9月15就登記了 對 這個登記與否 登記與否 不是宋處於能夠決定 要怎麼決定呢 我來公佈一下答案 他們在等這個啦 天災人過 什麼叫天災說 颱風啊 地震啊 這是劉文雄跟陳正聖分開講的 他們都講了天災 我坐在旁邊講天災 你們現在是在參加什麼秘密節目 天災都跑出來了 一定說天災啊 他們在等的是什麼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這種奇心可築 就是這樣子 說我最好你們來一個什麼風態 不然就像日本 韓國下那個雨 下成這樣子 那你覺得馬英九呢 一定重創嘛 吳敦義可能又處理不好 然後又被罵 然後民調就下降 宋處理說 我來啊 我做過生長啊 你們連救災都不會讓我來啊 如果真的是在等這個的話 我是真的講歷史的話 你心裡有這種想法的人 你會有天錢的 你是在想什麼 這樣為到一個選機 為到要做一個圍子 可能會這樣 下禮拜可能有個什麼什麼 熱帶低氣啊 跑過來啊什麼 我不是氣象專家啊 很多東西也不是 這個都不是人為能夠決定的 可是如果政治人物 你起心動力是這麼邪惡的話 我是不要在電視上詛咒你們 可是你們自己好好檢討一下 你怎麼會想到有這個念頭啊 好 不過宋處理選舉 真的影響了這麼大 民進黨對選舉裡面 很瞭解就是陳明文 以前嘉義縣長 現在是立法委員 他說在我家裡 這根本就是表面的事情 沒有影響 真的這樣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